国内抗疫快要三年 指挥中心指挥官王碧胜 接受平面媒体专访时表示 指挥中心降级或者解散 会由行政院来决定 但可以先调降新冠传染病类别 预计春节之后执行 王碧胜更是提到 如果疫情流感化 必须拟定新年度的接种计划 包括疫苗的种类 厂牌 间隔等等 推估一年必须打两剂 以mRNA疫苗为主 那么到时候倾向是长者 还有高风险族群来公费支应 其余的民众则是自费接种